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的作品名稱是 自扣毛基整合檢煞毛試驗裝置 接下來由我來介紹我們的研究動機 我們設計的裝置可以讓拋毛任務更加安全 降低丟毛事故發生的機率 自扣毛基可以配合檢煞毛下沉的速度 給予適當的放線轉速 檢煞毛因內部節油片的設計 可以在下沉時造成流通阻力 使毛達到自動檢煞功能 接下來介紹我們的3D繪圖還有列印過程 這張為我們實驗機台的3D繪製圖 這張圖片為我們的創新設計 檢煞毛的設計與理念 由構建一可知 檢煞毛因海水流進內部節油片 而造成流通阻力 使毛達自動檢煞效果 C為切換開關 FWD為正轉按鈕 R為可變電阻 EMSB為緊急開關 是長臂狀態 REV為逆轉按鈕 當我們要拋錨時切向正轉 按下FWD 馬達正轉 MCF呈現自保持 接下來由來介紹裝置各部位名稱 這台是PLC 這個是控制按鈕 這一側為實驗組 是自控毛機整合檢煞毛 這一側為對照組 是重力砲砲方式 接下來我給我們來做一次砲砲實驗給大家看 從剛才的實驗可以發現 使用傳統拋錨方式的對照組 毛下沉的速度非常快 就有可能會發生丟毛事故 由實驗組可知 自控毛機整合檢煞毛的拋錨過程 較對照組更為平穩 可避免發生丟毛事故 接下來由我來做最後的結論說明 綜合全部的實驗 我們發現4片截流片的檢煞毛 無論是在深水還是潛水 都有更好的截流效果 再配合自控毛機適當的放線轉速 可使拋錨過程更為安全 在未來我們希望把檢煞毛內部的截流片 調整為可拆裝式的 並匹配自控毛機的放線轉速 可因應世界各國不同毛破地海域深淺 及風浪變化而做出調整 以上是自控毛機整合檢煞毛試驗裝置的結論 謝謝大家 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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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